Hello 大家好 又是唐欣 今天是2018年3月22日 星期四 今天我要講一講大家聽慣的一句例如 叫做綠帽不怕大 最重要是吹一霸 這句大家聽起來好像是說男女關係 夫妻 老婆紅杏出場了 快快吹吹吹 吹了頂綠帽 其實在這句說話裏面 最大的含意 完全不是說 只是說男女關係 裏面的含意 我的分析看到 每一個人 當你覺得要去做一件事 你想去幫助這件事 你根本就不會理會那個人之前 他有多壞 或者是怎樣 你會是用你自己的喜好 或者是你的性格使命 你很喜歡去幫一個人 或者是一個是使命感 任何一個環境 去促使你會去接觸到一個 大家認為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當你接觸這個的時候 你當然是有你自己的看法 就是說很想將這個情況偷轉 令到這個局面會向好的 變成正能量的 那奈何是總這件事情 你和你的原意是違背的 一路做下去 一路做下去 見到的形勢 他會是完全幫擊 他都正所謂叫做難無人長壁 或者是根本仍然是跟你對著幹的 表面就是聽你的 背後完全是兩回事 這樣的時候 我們就會變成 我剛才說的一句 我們雖然已經是騎上虎背 這個綠帽大了 但是不要緊要 最重要就是頭腦清晰 我們這個已經是不幫得過了 我們就將這個綠帽要脫得快 在這個情況裏面 是有了一個因素在裏面 其實我們是有教無路的 它多壞都好 我們都想它好 但是不是說 事以原為的 或者它會改好 但是真的是事以原為 沒有辦法令到這個人可以轉換過來 他只會仍然繼續 利用你的善心 繼續做壞事 那這個時候 就是你這個 就是要綠帽要循一拜 為什麼我會說這件綠帽 綠帽不怕拜 最重要是循一拜 就是我自己本身經歷過的 也都是現在林鄭的情況 林鄭就說要大和解 好啊 大和解 當然我們的中央 我們的祖國 仍然永遠都是希望和平的 但是你做到大和解 當然是拍攏手掌 我們香港七百幾萬人都會拍攏手掌 無論你是泛民與好 誰都好 因為事好誰不喜歡呢 但是你事好之餘 你有沒有真的看整個局面 你有沒有真的看到他們 是否會真是依存到你的想法 這麼一廂情願 以為和別人和解 賣大包 送秋波 做了所有事 好像剛剛最近發生的 就是捐三萬元 我覺得簡直是一個敗筆 怎麼可能你以自己一個特首身份 去捐三萬元 全世界都不會有一個領導人 甚至無市長任何一個 都不會做捐錢這個動作 你有沒有一個政策 你有沒有一個政策 可以支持你 去捐這三萬元 這三萬元是否會變成 是一個賄賂 你的事好 事到完全走火入魔 完全不著邊際 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你有沒有一個政策 去做 然後這個政策做不到 有沒有第二個方案 然後第三個方案 試到認為 什麼時候會有一個底線 不做 不見到你會是 鄭若驊已經是一個大大大的敗筆 你居然可以說到 很難求一個人去做 你這些什麼說話都說得出 即使已經是沒有人才 我覺得不會是 人才根本就是大把 肯不肯幫你的是其次 肯幫你的都完全是虐待的 若到你自己身為一個特首 去叫一個鄭若驊幫你忙的時候 你去過他家的 報紙都沒有寫了 鄭若驊自己知道自己家裡是什麼事的 之前已經有一個唐英年事件發生 你居然可以完全察覺不到這件事嗎 兩個坐到這麼高官的 連這麼基本的事你都看不到嗎 居然一個錯誤到低能錯誤的情況出現 之後再出現一個低能的情況 就是忙啊 誰不忙啊 什麼忙可以忙卻了 犯法都可以嗎 忙就可以犯法 什麼原來可以這樣 這麼低級的一個對白都說得出來的 我相信很害怕 你請到一個什麼人回來 居然還可以放山黎智英 然後放山都已經激怒大多數的 香港真正的市民 不要說港獨 之後你還要說 UGL的事件 是查我們的前年梁特首的 居然說是會查 你是什麼居心啊 接著最近一次一次發生的九巴事件 你居然可以站出來跟那個女車長說 給他復職 擺明他就是一個大錯誤 你怎麼可以放車去路中心 為什麼交通部不給他報票 完全什麼都沒有做 那就是我一直說的 已經所有部門各自為政得利 歸功蛇影 並且各部門就是等著這個 林鄭去發號司令 但是他又沒有能力 麻煩林鄭 我一直支持你 我是說你好打得我覺得真 還有是光柔並重 我經常很欣賞別人 是用溫柔的態度 但是強硬的表態出來 可惜原來看錯的 不要讓我看錯 我也仍然希望我沒有看錯 但是一次一次 你居然可以九巴事件說 交給一個法官馬道立去查 你懂不懂事 法官是判案的 查案所有任何查 不要說查什麼 都不關法官事的 你居然為了拉攏關係 叫馬道立去做 馬道立不會接受你這個人情 不做 但是你騎上古墓 一樣都是要給法官去查 再者 有什麼這麼高興 請到一個外國的法官來香港做事 有什麼這麼高興 男女平等是為了 哎呀很高興 找到一個女法官來做我們終審法官 有什麼這麼高興 我們為了要請到一個女法官去說 這樣是高興的 就隨便請一個人回來嗎 這個女法官她有什麼特別優越 我們香港任何現在而有的法官 尤其是在終審法庭裏面的法官 十年都不逢一用 是最近現在這麼亂 才終審庭 特別多了案 為什麼不去提升 我們自己香港的法官 什麼來的 你一個人說了事 現在是種種跡象是看到 你一個人說了事 有人之前說給我聽 在大家說你做普通官的時候 已經是這樣的態度了 我不會是道正途說去聽 是用你做出來的事 去證實你自己做過的事 真是敗筆都不得了 尤其是立23條 你居然可以完全口不責任 是口不責任 說說是一百年不會立 一九年都不會立 你一個人說了事 尤其是一個特首 怎麼可以去拍在心口這樣說話 什麼這個期限 你可以限制得到的嗎 時間沒有人限制得到 什麼轉變沒有人看得到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話 一個真正有了的 只可以說 未是時候 是時候的 我會馬上馬上進行 那就大快人心說話吧 那就看到你完全沒有了 一個 能耐兩個字 能力和耐心 你不要以為自己有耐心 是等於你有能力 這兩個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你現在很有耐心 很有耐心去做你自己 心目中要做的事 這個是耐心 等於以為自己做到 有沒有能力 完全看到你完全沒有能力 完全是很皮毛的 是打打關係 跟別人拉下關係 說笑 哎呀我賣大包給你 會行嗎 你認為 你跟哪一個泛民 跟那個人說 就等於全部泛民會聽那個人說 還是某一個組織 你跟某一個組織的最大人說 說完 他就會發號司令全部泛民聽那個人說 還是你逐個逐個去說 那你逐個逐個去說 說得哪幾個聽 然後你才進行立23條 整個過程 完全不著邊際 然後只是一把口說 未是時候 給我時間去做好你的事 你做好那些事